这是新山慈祭仁医会第二次 在乐玉学校举办健检 志工提前布置场地 活动前的挨家挨护宣传 72位民众出席反应纽约 这个树莓他介绍我来了 我警察就遇到一点脚问题 有一顶血痰 他叫我去再抽血 我们有碰到一个 他完全有三高他都不知道 还好有来这个健检让我们发现到 那么叫他们一定要跟进 除了西医看诊 还有中医针灸推纳治疗 过程中发现不少年长者 平行直销 服用的保健品却未必有帮助 人家介绍的直销产品 因为有些直销产品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最重要就是对症下药 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因什么问题 而不是人家说 你应该吃这个某某的产品 这样子你才会健康 对药的那个健检会比较神 所以我们可以更了解 为什么病人需要这些药 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药物正确的用法 还是它会带来的副作用 这样子更详细的跟病人解释 健检活动提升居民对自身健康的意识 种下肾种子 期待开花结果 带修知识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